进入到决赛的八支代表队 已经出现在屏幕上 第二道到第九道 我们一起来关注他们的发挥 在女子四成一百米接力的比赛当中 我们先来看看 第二道是福建队 第一棒林雨昕 第二棒林雨薇 姐妹两个前两棒 黄子平和林心仪是第三棒和第四棒 而且姐妹两个都会去参加一百米篮的比赛 我们也通过这样的接力 检验一下他们的平跑能力 上海队顾玉 崔雪军 钱雪颖和丁超 四棒女孩 第四道的江苏队顾云竹 蔡雁廷 周彦斌和袁琪琪 蔡雁廷和袁琪琪在此前的短跑比赛当中 我们已经领略过他们的实力了 第五道是广西队 李仁源 王平 石亚荣和许秋莉 第六道是联合队 联合队是梁小静 然后是葛曼琪 第三棒是黄桂芬 第四棒是换成了韦永利 此前在预赛当中是李玉廷 那么第一棒的李鹤换成了梁小静 广东队的张硕 朱翠炎和陈水清 组成了他们的短跑接力队 湖南队 黄美霞 佟曾欢 和廖孟雪 以及郭斌 他们的第二棒 佟曾欢换成了 佟曾欢是换掉了和柯 第九道的是河南队 周晶 刘子怡 阮文艺和张曼 刘子怡参加了100米的比赛 张曼拿到了女子100米的第四名 所以说她的后程能力 当时令我们非常的惊讶 湖南的黄美霞 在前面的个人单向赛上 也进入到过决赛里面 黄桂芬是200米的第五名 同时她在上一届全运会上 是200米的冠军 廖孟雪是200米的第六名 湖南队的选手们 实力也是不容小事的 另外江苏队这边的蔡雁廷 也就是他们的第二棒 在女子200米的比赛当中 拿到了亚军 葛曼奇在非常认真的 量着步子 进入到接力区的时候 他们需要用胶带 去在地上去贴出标志 更好的帮助他们 在胶接棒的时候 找到启动的时机 联合队的姑娘们在奥运会的比赛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们就炸出了这样的发型 在此后的比赛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更好的心理暗示 只要做这样的头发 他们就能够跑出更好的比赛 如果能够以这样的发型一直都是有上加的发挥的话 那我们肯定还愿意看到他们有更多这样的表现 福建队的姐妹两个林雨西和林雨薇 这是在此前的女子100米蓝的比赛当中 都有过出场的运动员 尤其是姐姐林雨薇 在女子100米蓝的比赛当中最后是战胜了一众对手 拿到了最后的冠军 而且她在预赛和决赛当中的两枪的表现 都是展现的非常的霸气 棒次上的各地队伍其实都有一些变化 本来在女子4成100米接力的预赛当中 联合队的预赛是张硕跑的第一棒 张硕现在换成了梁晓静 维永利原来是跑第二棒 现在调整到了第四棒 她的冲刺能力很强 那么李玉婷在预赛当中她是跑第四棒 黄贵芬的这个棒次没有变化 江队的袁琪琪她在最后的冲刺能力呢 也不容小事 如果能够在交接棒的时候 以前三名的位置把接力棒交给她的话 那么能够期待她在后面的比赛当中最后的100米 去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湖南队这边他们的四个棒次相比于预赛没有任何的变化 湖南队呢是我们刚才提到了 何柯换成了佟曾欢 这样另外三个棒次 第一棒第三棒和第四棒没有什么改变 廖望雪还是跑第三棒的比赛 此前在女子200米的比赛当中她也是进入到了决赛 拿到了一个第六名 葳永利现在在接力区里面 广西队 广西队此前呢是 在预赛当中 依靠名次成功的晋级到决赛 在预赛当中起跑反应值最慢的就是联合队 他们一共用了0.200秒才完成的启动 启动反应最快的进入到决赛的队伍是广东队 张硕的起跑反应值只有0.142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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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队的第一棒是顾玉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枪决赛的表现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枪决赛的表现 林玉希 比赛开始 女子4成100米接力地争夺 现在明向急跑 福建队的第一棒林玉希 现在处在领先的还是联合队 联合队第二棒的交接 非常的顺畅 在他们的外道是广东队第二棒是朱翠菲 朱翠菲也参加了100米的比赛 联合队的第二棒是葛曼奇 葛曼奇冲刺能力很强 进入到接力区 交接棒非常的完美 黄桂芬看一下他的弯道技术 现在联合队处在领先 已经稳稳地排在了第一位 看一下交接棒 维勇力启动 交接棒 维勇力最后的出次阶段 联合队排在第一位 最后向终点出去 全力加速 交接队处在第三 第七道的广东队处在第二位 看下最后撞见成绩 42.69 联合队拿到冠军 江苏队和广东队之间的 名次关系 我们还得再通过慢动作 或者是看一下 现场的大屏幕 再确定 远奇迹后程的这个能力 冲刺的太凶悍了 非常出色的后程能力 江苏队在预赛当中 跑出了44秒54的表现 江苏队第二 广东队第三 42秒72的表现 是联合队最终决赛夺冠的成绩 江苏队的成绩是43秒87 创造了队伍的最好成绩 广东队44秒01 也是他们队伍的最好成绩 同时呢 广西和河南也都创造了 各自队伍的最佳表现 福建队44秒90 这是他们本赛季的最好的一次发挥 如果联合队的姑娘们 扎这样的发型 每次都能夺冠的话 我们希望每一场比赛 他们都保持这样的发型 起动反应 梁晓静的能力 这是亚洲顶尖的 一二棒的交接 很顺畅 广东队那边的稍微 出现了一点点问题 福建队的第二棒 林宇威 他是100米蓝的冠军 平跑能力也非常的强 交接棒也还可以 没什么问题 每次交接棒的时候呢 联合队这些运动员们 他们的默契 应该说保证了 最后的交接棒的顺畅 给到维勇力手里的时候 现在已经绝对的领先 最后的50米冲刺 联合队冠军 没有任何的问题 最后的亚军之间的较量 江苏队还是战胜了广东队 袁琪琪最后全力地去加速冲刺 再来看一下这次交接棒 其实前面江苏队的交接棒 一二棒做的并不是特别的顺畅 但是 后程他们的第三棒和第四棒的能力 实在是太强了 各位观众 发力的状态 非常的凶悍 就是奔着这个第二名去的 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 联合队第一 江苏队第二 广东队第三 恭喜这三支队伍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 稍后带来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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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